原来《西游项目篇》是周星驰写给罗慧娟的一封情书 他延续了大话西游的感情 当初兴业的那段经典台词 似乎在岁月的洪流中也幡然醒悟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1988年 周星驰遇见罗慧娟 两人迅速恋爱 1992年分手 而那一年正是周星驰年 他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同一时间 罗慧娟提出了结婚生子 但周星驰只是简单地回复的剧 神经病 这三个字有没有感觉很耳熟 没错 《西游项目篇》中也出现了这句台词 试着回想一下 在周星驰的电影中 神经病这三个字是不是曾出现过很多次 这其实是他内心深处的自嘲与懊悔 2012年 罗慧娟因一线矮晚期去世 周星驰没有参加葬礼 他把对罗慧娟的爱都高度还原在了电影中 在一次采访中 周星驰深情地说 《西游项目篇》里的段小姐 我是牵挂的 我对她放不下 你们想过没有 百家姓那么多 舒奇饰演的女主为什么偏偏姓段 早些年 周星驰与罗慧娟出演了《盖世豪侠》 在这部剧中 周星驰饰演的人物就叫段飞 罗慧娟虽然逝世 但他却一直存在于周星驰的电影中 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幸福呢